第一次起播有几次 我们是几次 采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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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凤凰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OK 然后向大家进入的小环节 我们需要在第一页画一下一幅 你理想中的生活的样子 然后边画边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 好 看山河令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弹幕是什么 我这个人没有办法一想而用 你叫我编画 我可能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你就画一笔我回答你 好 你说 传说中山河令对我演唱会是指日可待了吗 不是 他们不是已经宣了吗 好像没宣吗 应该会有吧 那如果在演唱会上 你要听到龚俊的唱歌 因为想提前跟他说些什么 听到龚俊的唱歌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俩要一起唱歌 有一天如果高尔夫跟演戏只能二选 你不选什么 那还是演戏吧 毕竟打高尔夫也不挣钱花钱的东西 那你最近找了很多粉 你怎么准备什么粉丝福利 没想好 大家看得我健健康康的不就是福利吗 你家手机屏包是什么 就是最基础的屏包 对我从来没有换过任何图片 我也不知道怎么换 就是简单的手机给什么屏包 用什么屏包 手机中有多少自拍 其实不多 很少 手机里很少自拍 一般都是被别人拍的还不够多吗 还要自拍 天天都在被别人拍 视频也好 就像每天都要做很多采访说很多话 然后也要拍很多照片 现在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 就是出酒店 我必须要有酒店照 然后行程照 什么这个照 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对还自拍 我真的看着这张脸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们那些有多少个好友 七八百 你平时聊天会用表情包吗 会用 用周子社表情包 好像最近新出了一个 表情包好像是那个 我朋友发给我了 然后我就当了一下 然后还没怎么特别的使用 就没想到使用的 适合的聊天环境 他那个可以适用一切 任何的聊天环境 只不过可能没有 也没跟别人发表情包的机会吧 也不是聊一天当中 也不是老在聊天或者什么 工作圈设定了多久可见 三天吧 你最近有发什么工作圈吗 除了工作也没发什么 你有打工作发朋友圈吗 不不不不不 这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像就大家说的那种酒店照啊 我觉得自己拍的挺帅的 就发点好看的照片 我 我 现在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 就是出酒店我必须要 酒店照 然后行程照 什么这种照 真的看着这张脸我一点心情都没有 真的看着这张脸我一点心情都没有 或者是发一点播出的一些山河令的东西啊 就是对 生活 生活因为因为我我一旦进了组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在剧组里很单调也没什么可以发给大家看的 除非我是去旅游啊或者工作之余我去旅游去去玩去什么的我会分享一些美食啊或者是景色的照片给大家 但是我就在工作那我只也没什么好分享的 听唱几个你最近最常听的歌吧 最近常听的歌 没什么长也没什么常听的歌 最近听的最多的歌就是那个天问 你哄两句 文件文道恩怨笑 怕是酒恨心愁天纷扰 文集文招谁比谁高 这番声势浮沉难遇了 我还不太记得歌词了 我很好听我觉得这首歌 我们也知道学生你有看创造营2021吗 如果你是男团出道你觉得你会是个什么担当 我应该不会选择去做男团吧 我我心比较大我要我要solo出道 你用男团的方式自我介绍 他就是那种我是叉叉叉叉的裏缓者汉 我是叉叉叉的呢 他做第一串的那种形容詞定 我觉得我上部戏有个演员 他教了我一套很逗的 很逗的一个这个自我介绍的 他当时是那么介绍他自己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用得上 哈喽大家好我是AKA猕猴桃脑袋不长毛的张志汉 有太阳晒着 然后以后有草坪然后呢有可以四处溜达也可以在树底下乘凉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的没办法绘画能力有限已经尽力了 ok 签名吧 还签名 要证明是你画的 好 谢谢